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心灵提升的美好之良 愿一切都平安吉祥 愿世间都和平安康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到的就是百孝君的信中训第31句 孝子逢人就欠孝 这篇圣讯是由五位仙佛来合力完成 皮皮仙童 还有我们丰生济宫 还有兰吉老仙丰 兰吉寿星 还有兰平济颠 还有兰彩和大仙 慈悲合力所完成的 好 我们先来读一下体解 孝娟 孝子逢人就劝孝 孝子自己努力尽孝道 让林里都肯定他的行为表现 他除了自家人都尽孝道 他也希望林里之人也都能孝顺父母 所以只要他遇到的人 他都会劝告他不必要行孝道 让所有人知道行孝的好处 好的 这一篇告诉我们 其实孝子的影响力是非常大 有时候他不用讲 他就做了人家看到了就会效仿 甚至父母亲也会帮忙 把孝子做先养 所以美名就有流传 行孝的好处真的非常多 好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信中训 孝子逢人就欠孝 万家身佛 亲亲长长 恰以民心天运章 民贤尊信 亲人善民 修其顿平众主望 菩萨击席 亲爱沉沉 缘济济为茶探祥 茂延年 清和力士 理事荣全信得阳 谨生结佣 清闲 清闲眼令 坦率无征服战乡 母光分灵 清朝必疏 世众大体 席恩赏 宏如朔觉 亲自领夷 感佩昌岛 姬自阳 两半携臂 亲力归尘 圣史尽忠 第十章 十四求是 倾听寺院 所臣风嚷抱穷昌 抚衰世方 亲吟饮味 微风降临 疲笑养 好 我们分段来了解一下 一开始跟我们谈万家生佛 这是我们佛法老师的 他的愿 也是他的理想 家家出圣贤 万家生佛 要万家生佛之前 要先能够道化家庭 家里有佛堂 万家都有佛堂了 自然 就可以印译出很多的佛子 所以每个人都能够发挥那个本祭的佛性 也叫做万家生佛 亲亲长长 亲爱双亲 尊敬兄长 恰宜民心天印章 这个就跟我们 其实人民 民心本来都是善良的 人民 所以天听自我明听 天师自我明尽 有时候民心就是代表天心 所以深入民心 花扬这个善根 就是从这个亲爱双亲 孝提之道做起 天理道印自然就能够彰显出来 民贤尊信 民贤呢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所有已经 包括圣贤先佛成就的这些 甚至我们的九贤七祖也都算了 其实做人做事都有一个共同的道理 就是遵从德性 那做人做事要契合真理 遵从德性 这是呢 为什么古生先贤都要提倡这个孝道 因为孝道就是德性培养的开始 亲人善灵 亲近人人 善待邻礼 修其自贫众主望 能够从自己本身做起 修身起家自国品列下 自然能够成为万众所寄望的 那一种理想得以实现 好继续看 菩萨积席 其实孝子呢 就是一个菩萨 感觉 感觉现代的菩萨应该就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以前你可能要抛家舍月到圣山古洞 用世贸道观去修 去修菩萨 可是菩萨还是要回来人间 要度化众生 要爱众生 度化众生 其实这样子的修行 在家一样 你要先把父母亲 用爱 孝顺 这个都是一种菩萨的行为 所以 承袭菩萨的慈心悲愿 亲爱沉沉 秉持致沉的那种 胸襟 抱负 严腻 即为 查探想 这里讲的就是要探查人民的疾苦 就像我们要度化众生 一定要了解众生 他们 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危险 需要 甚至能够解救众生以为难 那就会被称为佛菩萨 当他在最困难的时候 你解救他 他就觉得你像佛菩萨 道貌 慈颜 修道就是最重要 要让人家从我们的身上 可以感受到那股道 道气 能够看到那个道貌 那个神态 其实应该讲 所谓的道气 就是那个慈悲的能量 道气不是道貌黯然 好像鹤立激情 然后让人不可亲近 好像怪怪的跟人都不一样 或者是外表装扮着很奇怪 道貌黯然 以为是装扮出来的 其实不是 最重要就是要有那份慈悲心 所以叫做慈善亲切 道气就是给人那种慈悲能量的感觉 亲和力士 言行即使都要端正 要庄严 而且要爱立合合 爱立合合就是 我们很用心 很努力在做事 但是没有那个慈悲心 你做了老半天 没有那个爱的 让人感觉得到那个爱 那个慈悲 那我们做了很多 做到老干 陷在老干 那这个就是要懂得爱立合合 环事以合为贵 有些人一边做一边骂 那也没有爱立合合 既然愿意为众生来做 那就默默的做吧 以合为贵 理智容学静得养 也尽心尽力去做 应用我们的理智调和纷争 是清净的德光花养 树如来帮我们读一下这一段 以前我们也学过的爱立合合 活佛恩施慈悲 爱立合合 任何的行动都是一样 没有从自信发出的言语行为 你所学到的一切 没有融入你的内心消化体会 用爱立合合以后才作用出来的话 都一样必定伤己伤人 害己害人 所以要做事要用心 要讲话要行动 都不是任知道什么 就马上再反映出去的 有爱立和合作为一体 才能善用体用才能易如 与本体才能用 所以我们讲到做人做事 要从自信发出来 自信就是我们的佛性 自信发出来就有那种慈悲能量 就有那个爱 那种爱的能量 就是大爱的能量 人爱的能量 我们家讲的人爱 爱立合合很重要 我们力是代表我们出了很多力去做很多事 但是如果没有那种慈悲 没有那个爱的能量 做了很多 反而不一定 对人有帮助 说不定还伤人 还伤己 还害己 害人 所以这个爱立合合的观念很重要 我们继续来看 谨慎 节用 清闲 眼令 谨慎 言以 节约用度 人最重要 要培养一种很重要的美德 小孩子开始就要培养 就是勤劳跟节俭 不管我将来再有钱 我都要学会节俭 要不然 终生不可能 会有财富 因为浪费 浪费就把财富都用光了 然后清闲眼令 清晋 闲人 眼离 小人 这个令 其实就是很会讲那个 巧言禅语 就花言巧语 然后以邪来导人 就是说他不会 你跟他在一起 很容易被带坏 所以 这种小人 要很小心 要眼离他 坦率 无真 富 赞相 真诚 坦率 不争名利 来相助 展现大道的尊贵 母光分灵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老母的分灵 当然这个身体是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 但是我们的灵性是天上的老母给我们的 那不管我们这一辈子长得怎么样 或者是我们觉得自己到底够不够聪明 其实人的佛性的智慧都一样 只是我们会被蒙蔽住 所谓的灵民必赦 或者是佛言疏钱的人 这些人 不管好或坏 老母其实给的都是同等的 老母最好的灵光 清朝必疏 老母一样都给同等的慈悲心 都召唤大家 都关心大家 众儿女 所以 世众大体 喜恩赏 所以我们要懂得珍惜 母娘给我们的这个 佛心本性 叫做言佛子 那懂得感恩 懂得喜福 那这个佛心本性就是随身宝 随身宝就要懂得把它拿出来用 把佛心本性作为花卉 再来 宏儒朔绝 宏儒代表一个博学的儒士 儒是作为 你看这个字 儒家讲说人要成为一个儒 儒者 一个真儒 这个从仁从虚 就是要做一个人所需要的人 不要做一个人所讨厌的人 也不要做一个人根本不把你放在 都叫做边缘人吧 没有人会记得你 因为 虽然 我们没有成为人家的讨厌的人 但是人家也不知道我们 代表我们都没有做出什么事情 对人家有利的 所以当一个人家所需要的人 那这个博学如是 另外 朔绝 朔代表大 所以叫做伟大的绝者 这个 博学的如是 伟大的绝者 这是先佛给我们的绝习 希望我们来以此目标 亲自秉仪 那如果能够成为一个 博学的如是伟大的绝者 那当然 他呢 像这样子 我们 就会 常常 发挥我们的 那个 美德 那如果我们有知道这种人 我们就要赶快去亲近他 亲自其实有亲近的意思 就跟他学了 另外呢 我们也要 借着这样子 学习教诲 人家的教诲 来缓观自行 来发挥我们自己身上 本来也有的那一个 常道美德 所以这个秉仪 秉就是秉持的意思 也就是那个 我们要秉持好 我们那个美好的德行 把我们发挥出来 感佩 仓导 积志 就是感念佩服 志气高昂的 弘扬圣道 弘扬圣道 就是这一些 弘儒朔绝 他们所做的事情 那我们就要去跟他们学习 也能够一起来努力 弘扬圣道 量半斜壁 壁就是腐壁 壁就是 我们有很多同修 很多好的伙伴 他们都很善良 都是有修之人 大家一起来努力 互相协助 亲力 规程 协助什么 协助我们 师尊师母 帮忙分担 三朝的重任 其实我们这个学院 成立的宗旨 从一开始 就有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 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借 把握时间来成长自己 然后来多学一些度众生的 叫做菩萨 卫度一切众 骗血一切华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能够帮忙我们佛佛老师来分担三朝的重任 这个重任太重了 所以圣死 敬忠 第十章 如果只把这个重任给我们佛佛老师一个人担那很难 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忙 这个三朝重任 如果我们做了这个事情 帮忙了这个事情 也可以名留轻使 最后 实事求是 倾听誓愿 当我们为这个理想在努力的时候 我们自己本身当然也要实实在在的 很实际的 先充实好自己 实时倾听自己的心生试验 还有包括我们的愿力 包括我们的 所充实的这些道学 还有经学 还有白羊 经典的学习 这些都是为了要能够将来 能够报答天恩 帮忙三朝 普渡的重任 所臣 风攘 报 穷昌 如果我们这样子的充实自己 而后努力 跟着世尊师母一起来 实现这个理想 将来一定会有丰收的成果 来报答上天 辅衰适方 亲引引慧 将这个大道传遍万国九州 让世人都能够知道这个道的尊贵 都晓得要静养奉行 如此呢 展现的那种德风 这个威风其实也是一种德风 祥林批 孝养 这个德风其实 它的影响 非常的大 对社会祥和风气 当然有很大的影响 它呢也是从 进这个孝开始 所以我们如果做到了 也算是进孝 而且是进大孝 叫做立身行道 扬民后世 以显父母 好 我们请业力讲师 再帮我们整个读一遍 教子逢人就劝孝 人人都能发挥本具的佛性 亲爱双心 尊敬掌上 再将此善根发扬 深入民心 天理道运就能彰显出来 为人做事要契合真理 遵从德性 亲近人人 善待邻礼 修身其家 治国平天下 使万众既望得以实现 承袭菩萨的慈心悲愿 秉持至诚的胸襟抱负 探查人民极苦 解救众生为难 容貌神态要慈善亲切 言行举止要端正庄严 凡事以何为贵 尽心尽力去做 运用理智调和纷争 使清静的德官发扬 谨慎言行 节约用度 清静贤人 远离小人 真诚坦率 不争灵力 以相助展现大道的尊贵 我们都是老母的分领 不论是灵明闭塞 或活源疏浅的人 母娘都已是同仁 亲自召唤官房 故要珍视母娘赋予的本性 感恩惜福 凡事博学的如是 高超的抉择 都应反省 关照亲物教会 秉持肠道 感念佩服 志气高昂的弘扬顺荡 良善的同修伙伴 也应协力辅助 师尊师母的宏愿 秩序之中 谨慎沉浸 以完成三朝辅度之圣业 名留清诗 我们要时时请听 自己的心声誓愿 切实意愿而行 以丰硕的成果 报答上天 将大道传遍万国九州 让世人尽量奉行 如此之得风 必能造就出祥和社会风气 才算是尽的大象 好的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 要进入我们的恩师以路 今天佛老师来教我们练心 还有练性 好 那个 俗间来帮我们读一下 练心 初成恋心 是恋未存之心 当一个人想要看清楚自己的影子时 就会开始察觉 他曾经否认在自己身上没有 却在别人身上看得到的惯性与习气种子 今天修道是为了更严谨自己 在众人所不知之处认识自己 求心不过是为了求一个武师之心 一个纯净之心 初成恋心是恋未存之心 未存之心多游思多妄想 妄想生于贪欲 游思起于不绝 什么叫做未存之心 就是一天到晚想要玩 多游思 或者是老师存一些妄想 妄想就会生贪欲 游思就会起不绝 这个所谓的不绝就好比一开始讲的 我们以前否认说没有没有没有 却在别人看到了 那个惯性习性 原来自己身上有 可是我们呢 却看不到 我们看到人家有看不到自己有 就代表我们不绝 所以今天修道就是要很严谨自己开始 我们自己 你说说别人也许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但自己一定要能够看到自己的缺点 这个叫做自觉 那个叫做纯净的心很重要 好 叶力讲师帮我们读一下 炼心 二层炼心 二层炼心是炼未定之心 二层炼心是炼未定之心 炼心不顾 每为是神所牵 心与气礼 人不能见本来面目 修行之人 由初层至二层之炼心 以凝聚修道之精神 以收敛外在之习性 所以能认识自己 你们坐在这里有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弥清你的纯心 一个就是认清修道终止 这两个要点是进入白阳期应有的正思维 好 这边在练的其实也是一个正思维 就是要先了解我们的纯心 和在了解修道的终止 但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精神 叫做修道之精神 所以炼心 炼性就是在炼那个修道精神 然后修道精神在哪里呢 收敛外在的习性 从内在去见本来面目 就是说要慢慢练到最后 我们能够看到原来真正的自己 叫做观自在菩萨 看到真实的自己 好 我们继续来练 接下来是要练信心 素如 练信心 对物的贪念变成对道的信念 道是唯一的 但是你们要记得道场并不是唯一的道 你们要用什么让人家相信 在道场可以让自我超声聊死 那要先问问你自己 你相信的是什么 在信徒条约中有一条 也是最重要的三个字 我相信 任何一个条约都比不上这三个字 还要来的重要 相信没有任何执着 没有任何依赖 一旦有所执着 你的信念必然变成贪念 贪的是超声聊死的果 贪的是功德的利与福 贪的是形象的拥有与享受 每一句成全的话 且自问良心 我是否真的相信 而我的信以何为依据 以何做目的 以何为精神 从我坚定的信念 就是我相信当中来练我的 对道的信念 因为我们人常常会对外在的物质产生贪念 那我们怎么样把对物质享受的贪念 转成对道的信念 这个在修炼的过程当中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头 好我们继续来读 去深造他的相信 这样的相信才会真才会深 如果不从印证 不从怀疑当中不断的进步 上帝就不会借由环境的考验 磨练你的心智 就不会让外在的顺与命 阻挠你的身心 好 这边讲到不要盲心 那当然我们有时候呢 会对我们所认知的事情 半信半疑 但是佛佛老师说 有时候这种半信半疑 这种怀疑啊 是要让我们有一个动力 去印证它 如果怀疑呢 只是让你果足不全 那就代表说 那一种怀疑呢 就不是真的 这边佛老师讲的那一种 有一种动力 你要去探究 你要去提升你自己 对这方面的认知 所以这样子的相信 最后才会真 才会深 如果这个过程当中 一旦有了考验 因为人有可能因为有怀疑 所以就会有一些考验 然后佛老师说 如果一道考验 有情绪的反应 那就代表我们的 这种信念的力量 可能只是盲目的 而不是真正理性的 深入的 真实的那一种信念 佛里讲师 再帮我们读一下这一段 练心心 由怀疑而得更大的相信 耶稣也是经由怀疑而得到更大的相信 他怀疑的是自己 而不是上帝 他试探的是自己 不是上帝 有人的身体 就有人的心与意识 你不借由淬炼 你不借由试探 你如何看到你自己最深的那颗心 你如何发现你最真的那颗心 修道就是如此 这是你们身为半道人员 在修道中锻炼信心的怀疑 锻炼信心的成长 所以你要不断的怀疑自己 我的信与天的信是不是一致的 你才不会将盲目的信带给道清 才不会把你不知为何有信的信带给道清 所以佛法老师很慈悲 这里都在练我们的信心 因为修道过程一定会有些考验锻炼 能不能通得过 能不能坚持那份毅力跟解心 那是看我们的信心 所以在这个地方还要锻炼我们的信心 锻炼信心从怀疑中来锻炼 当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说你要不断的怀疑自己 我的信与天的信是一致的吗 这一点就很重要 就是说我到底跟天是不是相通 从一件事情可以知道了 如果今天我所做的事 或者是我所走的这一段路 越走你越有信心 越走呢觉得跟天越相契合 好像很多事情上天都在帮你做安排 人三分立 天有七分立 那就代表说我们并不是盲目的 而且是我们是有天 有上天的那个信心 在有先佛菩萨的那个信心 那个力量在引导在带领 那我们才有那个力量去带领下面的人 好树如来帮我们读一下 变信心我相信 若问维师相不相信 维师可以告诉大家 我相信 但是维师没有第二句话 可以形容这相信的深度究竟在哪里 只有无比的视线可以印证 相信究竟是什么 你们在这一起做半道人员 就应该要有这样的视线 从你的视线当中去流露你所有的相信 你最真的相信 这样的道才会真实 这样的道才有意义 所有的锻炼 信心的锻炼到最后只有三个字 我相信 道真理真天明真 我相信 这个道绝对可以朝生聊死 我相信这个道 就是未来 要带领九六岩佛子 回李天顾家乡的真道 这样的信心 就是整个练信心最重要的 好 最后有一个结尾 来 这个我们请苏娟 练信心 最真实的心 得与收获 修道不是靠记忆 不是靠你头脑的记忆 而是靠你心理一步 一印一笔一画 坑引进去的记忆 来作为你最真实的心得 最真实的收获 如果你们修道只靠头脑的记忆 到最后你依然一无所成 因为在你的心灵当中 不曾留下些什么 在你的心灵中 没有任何深刻的回忆 深刻的断念 深刻的造就 为师希望你们多用一点心灵的记忆 去写出属于你们自己的故事 而不是从众多别人的故事当中 收集作为自己的故事 这样毫无意义 佛佛老师跟我们的勉励 真的非常的慈悲 他说 我们如果只是把它当作作学问一样 记忆 只是把很多事情记在脑袋里面 这样子其实是最终将一无所成 叫做威胁日益而已 学问也许很好 但是并没有用出来 甚至让心灵有记忆 就是多用一点心灵的记忆 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写出 我们自己生命的故事 这种生命故事才能够感动人心 好的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 我们的课程